亚运会新刮曝光 伊诺的商业价值再创新高 他是此次亚运会选手中最大的赢家 猫神被巅峰赛搞破防 扬言伊诺在面前都要抽他一巴掌 这样的匹配机制连他都受不了 伴随着BTG夺冠跟XYG获得临时席位 大家就迎来了漫长的休赛期 而这段时间想看比赛的观众 只能等亚运会开赛 只是有刮主爆料出一个新刮 有可能这节亚运会电竞项目 最终没办法进行播放 连拥有直播权的某牙也不能直播 如果这个瓜维珍的话 到时候喜欢伊诺跟花海等人的观众 自然就没办法看到他们拿到亚运金牌 不过这次亚运会 让伊诺的商业价值再创新高 各种商务活动接个不停 甚至还因此直接冲上热搜 只能说他是此次亚运会选手中最大的赢家 但他遇到的流言蜚语也多 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人红是非多 希望他不要因此受到影响 我说了就 这五年来 自己也收到了那个流言蜚语 然后 其实我也不在乎人 但是我也希望 大家也不需要去在乎那些东西的 我希望大家 我的粉丝 永远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不需要去管那些 和我一样的就 我只希望 其实大家替我平时的祝福一样 我祝福的人 我都是希望 所有人都天天开心 我希望你们也一样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然后就是猫神巅峰赛破防 直接上来就拿到三连败 扬言一落 在面前都要抽他一巴掌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了 不得不说 猫神再搞直播效果这一块 已经被他稳稳的拿捏住了 管啥呀 开局三连贵呀 这样输的三把 为什么能这么冲向啊 哇哦是一落 哇哦是一落 哥们你是复读机吗 一天 你这管你怎么当的 写出毛毛 迷书 毛毛的禁言 然后我再给他禁言一个 禁止发言 一年 一天 这种精神病 进来刷屏的精神病 你给他一天 多准防管禁言的也是我 我心情好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禁言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哪怕一个字我看不顺眼 就是一年 我巅峰在刚刚三连贵 他在这里给我刷屏 刷三十遍我没理他 他来个七八九十遍 我还能不理他 一落的粉丝都敢进言 我好大的言为 一落在这里直播间发言 我都给他一年 这个时间段 我巅峰三连贵 他给这刷屏 我直接给他一年 他粉丝咋的了 他本人在这里 我看你看我抽不抽他一巴掌 总的来说 一落虽然没有参加夏季赛 但是被亚运会选中后 他的商业价值不降反升 AG的非卖品果然是不同反响 这一点其他俱乐部 都没有他们做得好 至于猫神直播的时候 很欢乐 即便有点破防 也是节目效果拉满 这心态已经算很不错了 到时候一落回归首发 AG还是值得期待一波的 大家觉得呢